好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 来自我们北京本地的原创歌手 他的音乐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看见什么 说什么 看见什么 唱什么 掌声有请 薛杨阳 我说此如果喜欢我 让我过关 我要把我未来的道路在这拓宽 很有才啊 嘉宁哥好 杨帆哥哥好 然后我是来自北京最有范儿的女rapper雪碧 我刚才介绍的薛杨阳是本名 一名叫雪碧 你平时的音乐类型说唱 然后都是原创 看见什么 说什么 这是刚才从座上走到这 马上又灵感了 就说到刚才那一段 对 这叫free style free style 这个灵感不断 你看着嘉宁哥了 现在的感觉 就没有灵感了 看到嘉宁哥这个时候 灵感又来了 应该 我看看嘉宁哥 现在好像有点老 让我在这动一动我的头脑 你看看他的发型 好像都有一点油 我说嘉宁哥 可能脑子有点肘 我这是随便的 跟你开着玩笑 我知道他也会喜欢我的free style 你看他都露出他的微笑 你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其实都有一点微妙 真棒啊 真棒啊 他都在蕴上面 转身 收拾他 OK 我说杨帆哥哥真的长得特别帅 你知道我的心里真的对你特别爱 你现在让我看一看你帅气的模样 我的姥姥让我问你有没有对象 哎哟 你千万不要觉得尴尬 你知道快把尴尬的戏份在这融化 我知道 你看到我都会特别的喜欢 你知道这段free style 他马上就到顶尖 可以跟着我的身体 在这里不断摇摆 你是否觉得我真的唱得特别的精彩 我说杨帆哥哥 祝你未来幸福 希望你的主持人道路找到路途 哎哟 太棒了 听这个free style 又有一个缺点 很累腰 还好 我很好奇 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 我去年大学毕业 然后现在做音乐 学什么专业呢 我是学计算机信息的 你看这个free style 最大特点是什么 内存大 内存大 词汇的储备量大 对不对 这就看这个里边的词库 词多呀 对吧 我计算机也没学明白 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语文特别好 作文经常拿满分 非常棒 因为这个其实是在检验它的储备 还真不像我们过去的歌 你唱的音色呀 或者说你的音准啊 这还真是它的内部的储存 它这个腔调 还是有浓浓的本地特色 那即兴说唱有什么技巧没有 看天赋的 看天赋的 你学不会的 你学不会的 对 万一试一试了 试一下 别停是吧 就不要停 今天我的心情非常好 佳明哥长得有点老 这样的搭档到哪找 门口一转弯的右边就看见了 你这个啊 所以压上运了 对 至少在运上面 对 然后节奏差点意思 不过挺不错的了 你希望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觉得人生无悔 其实我这个人没有太大的功力心 我觉得现在虽然大学毕业了 我没有工作 但是我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同时又能养活自己和家人 我特别幸福 所以你现在相当于是做独立的音乐人了 完全靠音乐 其实之前我在网上也看过你的作品 有很多粉丝了 所以我觉得雪碧至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我觉得她的形象一直都是比较这种阳光的 这是北京姑娘的一个特点 我们平时登台之前会有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我这样 霍丽 给你三十秒的时间 最后一句放到石金子总会发光 把你的心情都说出来 这有点难啊 请唱出我们的口号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口号叫做石金子总会发光 你知道我的心里其实有点发黄 但是绝对没有关系 既然登上这个舞台 那么必须努力 今天让我沾上黄金一百秒 随便的在这儿必须沾了我的头脚 上台之前我随便来个free sale 如果你们喜欢请给我来点尖叫 OK 石金子总会发光 好 请转身 请登台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叶叶炮的茶在心头已融化 大碗茶的味道总会让我像起家 它唇后的香味只穿到天涯 依旧让我牵挂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 一棚摔草那几声曲儿叫 伴随着他读过了那灰色的年花 吃一串冰糖葫芦 那么就曾过街 一日三餐窝头 现在就着那一口大碗 茶世上美食无数 也许他最廉价 可谁知道他春后的森味包含泪花 草木逢春有可发 人无两度少年时 每一天茫然度日 就像是粘贴复制 老茶馆里世世代代说不完的故事 每次经过高楼大厦都会情不自禁 想起胡同德树影和四合院的旅音 幸福生活离不开那老一辈的耕耘 而有些回忆也只能永远封存 夜夜泡的茶在心头已融化 大碗茶的味道总会让我想